投资者指海航融资诈骗到总部抗议遭暴力清场 中国大型企业海航旗下的网贷投资平台 近日决定停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金融产品 而之前售出的投资产品需两年时间才能完成兑付日前 有数十名已经在该平台购买产品的投资者聚集到海航总部门口维权抗议 指海航涉嫌融资诈骗当网抗议者遭变异人士暴力清场广告 综合陆媒及社交媒体消息 当地时间8月2日有数十名曾在海航集团旗下的网贷投资平台前海航交所购买了投资产品的投资者 聚集到海航总部办公大楼外进行维权抗议 他们展示的标语横幅指控海航融资平台涉嫌融资诈骗 要求该公司归还投资者的血汗前 有大批海航安保人员排列 在海航总部大门口戒备 在海航集团门口待了几个小时后 部分投资者进入海航会议室 坐等海航负责人来要个说法 海航方面则表示 需等到晚上 然而等夜幕降临后 未见海航的负责人出面来谈判 反而是出现了一群穿着变装的身份不明人士 到现场强制关灯后 集队等着讨说法的投资人 又推又打 有海外中文媒体引述网民的消息称 在暴力清场的过程中 有一个孕妇被推倒后送进了医院 海航集团总部办公大楼门口 有投资者拉起横幅 抗议该公司旗下B2C投资平台 还涉嫌融资诈骗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海航总部办公大楼门口排列 这大批安保人员戒备 图片来源at天蒙小九 在海航总部暴力清场的混乱中 被推倒的孕妇躺在医院病床上 图片来源天蒙小九次前不久 海航旗下网贷和投资平台 前海航交所 曾于7月30日刊登声明 称由于政策要求和海航集团 聚焦主业业务调整的原因 该公司决定退出经营了4年的B2C企业 对个人业务从即日起停止向 个人投资者销售金融产品 当时发布的声明还称 公司将在退出过程中积极与投资人密切沟通 公开有序安全的开展对付工作 海航集团承诺将保障所有投资者的投资资金不过 该平台日前又通知已经购买投资产品的投资人 该平台之前首出的投资产品将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对付此举 激怒了部分投资者 因此出现了这些投资者到海航总部拉横幅抗议的事件 对于这起抗议事件 海航集团拒绝公开 给予置评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前海航交所累计服务个人用户 超137.4万人机构用户 1200多家平台累计交易额 已超1600亿元人民币 目前不清楚前海航交所 从个人投资者手中筹集的资金还有多少没有偿还 不过海航公司发言人Israel Hernandez日前公开 表示海航集团将会完全预行监督与协调的责任 并确保所有投资人的投资资金得到偿还 近一段时期以来 海航集团在高负债的情况下 在海外大局收购的内幕逐渐被媒体披露出来 金融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该集团的监管力度 与施压 在最近的一年间 海航集团开始不断抛售其旗下的一些公司资产和房地产 以筹措资金偿还该集团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报道 表示根据一份股票交易所的备案文件 海航近今年上半年就抛售了价值约60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其中包括希尔顿酒店集团和西班牙MH Hotel Group的股权 这些资产在习近资产中的比重超过10% 这些资产 对第72 ay 天启 这风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